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成 我是传播艺术系的韦庭 韦成,你去过桃园新开的Xpark水族馆了吗? 没有耶,但是我真的好想去哦 上次去水族馆的时候是我国小的时候耶 由于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惨重 尤其是观光业 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门 各个产业都受到重创 业者收入都大为减少耶 对啊,好烦哦 不知道这波疫情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美国一间水族馆突发奇想 将一座许愿池的水抽干 把游客丢在里面 中达400公斤的硬币捞上岸野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啊? 水族馆已经长达5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营运 水族馆为了挽救收入 才决定把9公尺深的许愿池抽干 那座许愿池很老旧了吗? 这座许愿池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 而里面的硬币都没有被动过哦 那最后这些硬币都怎么处理啊? 目前硬币已经被清洁和分类了 也送往当地的银行清算 而这些钱也将用来支撑水族馆的营运 以及动物们的日常照顾哦 希望水族馆能快快恢复营运哦 那我们就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下一些英文单词吧 第一个 公斤 Kilogram 公斤 Kilogram I can lift 50 kg with an effort 我能用力举起50公斤 第二个 硬币 Coins 硬币 Coins He dropped some coins on the floor 他掉了一些硬币在地板上 第三个 水族馆 Acarium 水族馆 Acarium The occasion begins well with a visit to the local aquarium 这次活动已参观当地的水族馆开始 那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词吧 第一个 公斤 Kilogram 公斤 Kilogram 第二个 硬币 Coins 硬币 Coins 第三个 水族馆 Acarium 水族馆 Acarium 今天的新闻英文就到这边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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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稳早万语大学 传播艺术系 文昭网路电台 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